雜亂無章的電線 加上被燒成斷圓殘壁的屋子 讓季順市這個平民社區 更顯極了 一場大火奪走了三條人命 也讓35個家庭無所欺身 我們在家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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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瑪麗拉慈濟職工得知消息後 立即準備生活用品和大米 前往受災社區發放 我們在家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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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送來受災戶的所需 職工也準備了一筆慰問金 祝福失去至親的羅斯利亞 能趕緊走出傷痛 我們在家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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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錢不夠 但是我個人 認為這是很大的幫助 帶來新聞李嘉美 羅約翰 菲利賓報導 我們在家裡 感谢观看